騎摩托車探險的旅途中 我很愛的一點 就是騎士本身 可以直接接觸到大自然 感受微風的輕浮 感受炎熱的酷暑 但更多時候 我們面對的天后 地形 是非常惡劣的 而身為一位愛騎車影片創作者 我需要一個可以上山 下海的防水包 來保護我的拍攝器材 Stream Trail Dry Tank 40升 D2 雙色版 全新雙色 外觀簡約 卷擇防水擋部 具備高度的防水性 材質堅韌 在嚴峻的使用環境下 也不易破損 40公升的容量 適合3-5天的旅遊探險骑行 背部使用了透氣減壓的軟墊結構 還有胸扣袋 腰扣袋 來舒緩長時間負重的不適 側邊獨特的紅色排水孔 可以作為臨時的踢水袋 或者排水使用 內層可以加購黏貼式的收納夾層 從手機錢包 到平板筆電 都裝得下 外層 目前還有可拆式的網袋可以加購 進一步擴充收納功能 我使用Stream Trail防水包 已經接近了3年的時間 非常喜歡 同時信任這款防水包的性能 現在就算碰到好大雨 淹沒整個輪胎的膝床 我還是可以沒有後顧之憂的進行騎乘 如果你也在找一款好看實用的防水包 那Stream Trail一定不會讓你失望的 我會把購買連結放在影片下方的資訊欄 現在只要輸入折扣碼 LOT85 前50位下蛋的朋友們 就可以享有85折的優惠喔 你要從這邊上 2023來到年底 大家今年過得還精彩嗎 相比去年 今年我們可以說是過得同樣多彩多姿 當你看到這部影片的時候 這也是今年最後一部影片了 在這邊先跟大家說聲新年快樂 而年度最後一部影片 同樣的一定要來回顧一下 今年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旅程 而這部影片我會用最近年底一連串的活動 來穿插整年度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幾趟旅程 因為最近的活動實在是太多也太精彩了 而這一切還要從這一鍋石頭火鍋開始說起 久違了 好久不見 最近在忙什麼呢 最近在忙這個 因為年底了 去年年底的時候呢 我們辦了一場這個 武嶺見面會 跟觀眾呢 相約在武嶺上面 帶一點小禮物上去發 很快又過了一年 所以今年呢 我們稍微小小的升級了一下 這個叫做 魯特同樂會 武嶺我們還是會去 但是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呢 今年我們找了80位的觀眾 相約在埔里 那我們會一起度過這個 三天兩夜 今天呢 是禮拜四 明天 是禮拜五 明天觀眾他們就會陸續來了 回顧之前 首先我想先來講講年底的活動 如同去年 今年在年底的時候 我們舉辦了一場大型的車劇 型態相比之前舉辦的帶觀眾去騎車 有稍微改變一點 從出門就是騎爆 到偏向靜態的交換禮物 烤肉聚會 接著隔天再跟大家到武嶺發放年中 原本這一次 開放80人報名 最後超收到了88人 再加上同時也邀請了近10位的影片創作者 所以人數就是辦活動有史以來 最多人的一次 但是一開始我和珍珍其實也沒有想太多啦 天真的覺得我們兩個人 應該就可以handle全場 所以這整個三天兩夜的活動 從最一開始的廠部 採購 房屋 訂餐 到活動開始的報導 主持 雜物 再到最後的整理場地 收場 都由珍珍還有我兩個人完成 禮拜六的時候呢 我們上去武嶺 回來的時候呢 我們會有一個交換禮物 廠商抽獎的活動 算是回饋給這一年來支持小弟的各位啦 所以今天呢 我們人 來到了 無理的 麒麟山莊 這次活動的地點 我們選擇辦在南投的麒麟山莊 這間跟TORA 台灣越野騎士協會合作的民宿 戶外空間寬敞 以我們將近90人的車距來看 停車位置 在停下來接近80台之後 也只使用了不到一半的空間 戶外空間更是可以同時接待超過200人 真的很適合我們這次年終同樂會的人數 其實這個麒麟山莊我已經不是第一次來了 就是在10月的時候 我有來過一次 那一次是我第一次來這邊 那住完之後呢 我發現他這邊的環境真的非常棒 他跟一般的民宿不太一樣的地方 是他分成好幾棟好幾棟 那除了每一棟有很多房間之外呢 他的這個活動空間也非常的大 那這次我們活動的總人數呢 92個還93個吧 都可以完完整整的全部容納下 在大家停好車之後 接下來就是報到 這邊其實我也學到了很多啦 下次應該會找個志工或是義工來幫忙 這樣我就不會一直被綁在前台 處理瑣事 可以有更多的時間 和大家互動了 而在大家報到的時候 我想先來說說今年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三趟旅程 第三 帶觀眾去台東 這一趟是從南非回來之後 辦的第一場帶觀眾去騎車 今年因為南非騎旅以及其他的行程 所以帶觀眾騎車 嚴格來說 我們只有辦這一場而已 原本我們是要去最硬派的切地瓜環島 但是因為遇到豪雨 山區道路很多崩塌了 所以很臨時的改成了台東三天兩夜 這趟也是890ADBR的第一趟長途 騎得很過癮 明年帶觀眾去騎車這一系列 當然還是會繼續 第一場呢 應該就是直接舉辦在 今年沒有去到的硬派切地瓜啦 所以屆時 等我挑好良辰吉日之後 再開始讓大家報名囉 第二 一整個月的南非騎旅 出國騎車對我們來說 也是今年的一大挑戰 第一個國家 我們就選擇難度蠻高的南非 這一趟騎過的飛鋪裝路面 比柏油路還多 真的很過癮 過程中也有很多 讓我覺得很新奇的事物 野生動物 壯麗的景觀 而且要南非就一定要先自爆一下 影片還沒剪完啦 最近遇到很多朋友也都在說 等南非的影片等很久 這邊也統一跟大家報告一下 目前我是打算把剩下的10部 一次剪完之後再統一發布 目前已經剪好兩部了 等剩下的8部都處理完之後 一口氣讓大家看個過癮 第一 木古木魚 牙湧蘇漾 木古木魚真的是一個很美麗的地方 高山、峽谷、山洞 以及當地人的熱情 加上因為人煙稀少 沿途的景觀真的非常原始 很有冒險的感覺 那一次去完之後 真的讓我流連忘返 還想要再去 現在也等著他重新開放之後 再次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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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要在這一整年豐富的行程中 列出前三個讓我印象深刻的 真的是很難的一件事情啦 因為每一趟我都覺得真的非常的有趣 非常的豐富 好啦 講完前三印象深刻的 接下來讓我們回到年終統樂會 那個石頭等一下要麻煩你再鋪回去 那個魯特哥之前一直找我 試一下那個越野車看看 但是我一直跟他講說我怕摔 所以他現在呢 特別挑一台這個 看起來像是兒童玩具的東西 好好玩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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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你超屁的欸 哈哈哈哈 我覺得你很適合騎越野欸 欸你真的超屁的 一定要屁的啊 其實越野車不是要這樣子嗎 而且你的嘴臉 我跟你講我都是跟你學的 而且你真的 哈哈哈哈 欸你看我們大師說話了 他說你是練舞奇才 哇塞 這個大師搞不好每個都這樣講 他是 他有在做頻道 他是專做越野車 他叫大頭 對然後他的頻道全部都騎越野車 所以都沒有人看 所以都沒有人看 所以你要叫他一聲前輩 前輩你好 前輩你好 很好 我們保持那個 一顆學習的心 我一直都是這樣子 好不好 沒有啊 你看你的表情不是這樣啊 哈哈哈哈 第一天 其實算是讓大家提前到山莊 接著提醒大家 這三天需要注意的事項 第一個晚上 其實我們過得很趣喔 在公佈完事項之後 大家就放鬆 烤著火 喝點小酒 現場也有進十台越野車 還有電動車 讓大家在山莊裡試車 算是大型的推更活動啦 第二天算是我們同樂會的重點 早上我們和大家相約在小風口 那天出發的時候 我印象中 真的是超級冷的 這次在武林上面 魯特也有請道路救援的服務 以防車友的車子 騎到一半故障的窘境 同時到了山上 也順便準備了兩桶薑茶 提供暢飲的服務 在寒風中 騎了將近兩個小時之後 來到了小風口 除了發放我們替大家做的小禮物之外 也讓大家可以喝喝薑茶 暖暖身體 相比去年 我覺得今年提供道路救援 還有薑茶的服務 可以讓大家玩得更沒有後顧之憂 也不會來到山上之後 就一直在那邊發抖啦 我後來算了一下當天小禮物的發放 今年來到小風口的觀眾 來到了超過400人 比去年多了快100位觀眾 原本預計一個半小時 發放年終小禮物的時間 因為人數比較多 所以整整延後了一個小時 才把小禮物全部發完 明年我應該會把預定的時間 再延長一點 讓大家在發完禮物之後 還可以講講幹話 在武嶺發完小禮物之後 接下來我想要說一說 今年 最讓我讀五蘭的一次行程 那就是在南非 騎到迷路 我現在確定我迷路了 幸好我有儲值那個網路卡 然後我剛才看了一下那個地圖 目前呢我仍是位在這個 伊莉莎白還有喬治的中間 但是我現在身上沒有陷阱 然後我的 油量呢只剩150公里 我等一下呢 應該會先騎到一個 有網路的地方 然後 再嘗試聯絡他們看看 而整趟南非 真的是奇爆啦 但是相對的 其實我們停下來的時間 真的比較少 超過30T的素材 其中就屬迷路的那一天 讓我最煎熬 那一天我經歷的每一分每一秒 其實到現在都還粒粒在目 可能你會覺得我很誇張 但是當下那種心情 真的是蠻緊張的 獨自一個人 騎在我這一輩子 從來沒有想過會騎的路上 沒有訊號 沒有地圖 下著雨 飄著霧 整整超過60公里offroad 那種感覺 就跟當兵一樣 當下你會很想要逃離 但是事後回憶起來 又會覺得很有趣 但是絕對 不會想要再經歷一次 除了迷路很賭藍 再回到了台灣之後 儲存影片的硬碟 給我整顆壞掉 還很緊張的送去資料救援 幸好最後全部都給他救了回來 不然真的會欲哭無淚 算是很難熬的過程啊 MING PAO I'll break your fault Even if you don't love me Even if you don't love me I'll break your fault Even if you don't love me Even if you don't love me 好啦 回到同樂會 在小風口發放完小禮物之後 我們也準備一路下山 大家特別感謝珍珍啦 其實在武嶺上的這一天是珍珍的生日 而為了這次的活動 珍珍在行前也是跑東跑西 處理住宿的房屋 預定烤肉的食材 製作交換禮物的抽獎小卡片 最後還要陪著我到武嶺 幫大家處理薑茶還有小禮物 可以說沒有珍珍 就沒有這次可以進行的這麼順利的活動 愛珍珍啦 從武嶺回來之後晚上我們把木炭升起火 開始烤肉 同時展開了交換禮物 以及廠商抽獎的活動 這次交換禮物 我們把禮物的售價 嚴格限制在200元以內 我們這個是有要評選最爛的 上IG還有臉書 上IG 公審 我就看大家可以到底有多爛 好我先介紹我的 我的這個呢非常的厲害 用這個麻袋呢包裝 那裡面呢騎車用餅 我們騎車需要什麼 斗粒 不是斗粒啦 我們需要戴帽子 然後我們還要 有一點小小的防曬功能 那我們現在呢 我抽了這個人呢 上來然後拆開來 並且穿上去 35號 35號 我們這個騎車要怎麼樣 大紅大紫 所以我特別選了一個 非常適合騎車的顏色 紅色 專業袖套 那個防曬的功能 明明就這樣騎回台中 而我個人覺得最有創意的 就是上面印著奇爆 兩個字的可口可樂 以及這個名偵探柯南的眼鏡 有夠帥的啦 又大家好 我叫陳冠希 你看不到對不對 看不到 我不知道我的名字 你有沒有忘記 我叫陳冠希 在交換禮物結束了之後 則是廠商抽獎的環節 為了回饋這一年支持魯特的大家 小弟也特地聯繫了今年合作的廠商 請他們提供一些抽獎的獎品 而他們一聽到有這個機會 每一間廠商也都惡話不說 很阿薩利的直接贊助抽獎 所以接下來 一定要來幫他們大力的推廣一下 烤肉的香腸 這次很感謝27號香腸的贊助 香腸好不好吃 好吃 那這個香腸呢 是由我們前職棒選手 兄弟相的職棒選手 邱奇章他們家弄的 那這次非常感謝他們贊助我們 好吃齁 好吃 好好吃繼續吃 很感謝螢火部落的達哥 提供了 泰坦粉火台 戰術保冷袋 泰坦輕量餐具組 INSTA 360 提供了GO31台 這部影片所有的騎車畫面 也全部都是用他們家最新出的 S Pro所拍攝 卡西提光電 提供智能版超廣角外掛式魚人霧燈 Stream Trail台灣提供防水包 190 Racing 提供越野車衣還有機車布品 190 Racing是咱們展翼車業豪豬兄自創的品牌 也因為豪豬兄自己本身就是重度越騎士 所以設計出來的產品 可以說是非常的耐用 野人秘境領道探索提供領道探索折價券 之後魯特也會開始帶著對領道騎乘有興趣的朋友們 請摩托車進領道探索 有興趣的朋友們 一定要記得Follow我的IG還有臉書粉專喔 七鷹山莊提供了住宿折價券 普悠瑪一節租車提供機車用品 新長存美食提供現金獎 密歐機車行車記錄器提供露營椅以及可愛的小提袋 最後感謝iGoGo Sport施伯特 提供卡斗的安全帽墊 卡斗棒球帽以及卡斗頭巾 以上這些贊助商 我會把他們的連結放在影片的資訊欄 大家如果有需要一定要去看看喔 第二天的活動已經結束了 然後我的聲音呢 已經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我這一次是我用我最大的力量在講話 因為這兩天啊 講的話真的太多了 從一開始報到的時候 再到今天的活動 然後交換禮物 廠商抽獎的環節 那因為每個人上來的時候 我都要講一點話 所以一點一點累積 所以講到現在呢 現在聲音有點稍稍的沙啞 但其實有蠻多觀眾就是還蠻貼心的 跑來問我說就是 我這樣還OK 會不會很累什麼之類的 可是要跟大家說的是 累是一定很累 看我眼睛應該就知道 我現在已經快迷了 現在時間已經接近一點了 累是很累啦 但是我覺得我的心靈是蠻充實的 然後雖然現在喉嚨很痛 但是還是很開心 那現在我們活動結束了 跟一大群這個 這次有來參加我們這個活動的 YouTuber 在跟他們聊天 我沒有邀請你啦 你確定沒有嗎 你不要這樣啦 我拿對外紀錄外 你不要這樣 好像講到我自己又來一樣 看到這個環境還OK啦 我覺得這裡很棒 可是你沒有參加到我們完整的流程 不過剛才硬體環境是很OK的 我覺得很好 對阿 他外面的空間真的蠻糗的 學長我這一次 都沒有跟著魯特哥的行程走 不過我還是覺得很好玩 因為昨天晚上我被吐槽了 說什麼 我們特地為了怕無聊走力行下來 然後我們大家就走得害怕的要命 結果魯特哥說什麼 力行 力行有什麼好擔心的 那個有水泥都很平啦 我剛剛已經在聊完了 你知道為什麼我們這麼慢嗎 你這個路有多恐怖嗎 馬的不甘心 有被擊倒 對有被擊倒 我今天特別去五屆部落 走下那個一線天那個河床的道路 我覺得有機會 走齁 這樣走的 沒有其實我們是坐車 坐車但是強調這件事情 一個人付了300塊錢 得利卡就去 但是實際上我是覺得 應該是可以騎這進去 有機會啊 我們請那個魯特哥帶我們騎汽車 進去試試看 沒問題 今天那個相約在 小風口的男人 其實你一來的時候我完全沒發現你 到的時候其實我已經有點遲到了 蛤 因為我是跟他們約10點 可是我好像10點 快超過10分才到 沒有啊正常發揮 對啊沒有車太多了 正常發揮可以接受 你不要講理由 我今天可能約10點 可是我6點半就起床了 那你為什麼還遲到 因為真的太多雜事了 我們今天上去還有講茶 可以理解但不能接受 這個聲音真的超好笑 聲音一定要現場聽才會超好笑 真的是我那個 有史以來第一次弄成這樣的 今天已經接收到很多正面的能量 正面的能量 今天小風口上面有沒有300個到400個左右 有吧 對啊應該有 你看這個 這個號召力是不是 OK啦 今天是小風口 你說武嶺就算了 武嶺畢竟也是一個 你辦在南屯是不是三五千 喔 我不會辦在南屯的 幹嘛辦在南屯 明天就要回去啊 對啊 趕快回去啊 看 真相只有一個 太吵了吧 這個是怎樣 跟大家介紹一下 交換禮物啊 交換禮物有人抽 CW10的演技 酷棒 所以你對這次交換禮物的話 應該是非常滿意 滿意 特別 因為你收到這個 對 因為我看有些人臉其實滿臭的 你說充電線的部分嗎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們這次他媽的延長線幾個 六條 五六條 其實我已經數不出來 對啊超多 我不知道為什麼大家 那麼愛送延長線呢 對 因為我原本一開始是想說 就是把 先把人全部早期了 之後有人再跟你們約 會比較好 結果沒想到說 約了之後 反而很多事情 像如果你有什麼 其他資源的話 其實我們也可以用 所以有點可惜 所以明年我11月就會找你了 賺框還有coffion 感謝 你剛剛有講話嗎 因為這看不到 這一次喔 很可惜的是 還是沒有倒車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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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話不要亂講 上次講了之後我就 應該沒有讓你失望吧 絕對沒失望 對 現在失望的是 還沒有人倒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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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明年是產業道路喔 你要小心喔 其實喔 這一次 相隔90天嘛 然後來參加魯特這個活動 據我個人的體驗跟觀感 我覺得魯特真的是一個很照顧觀眾的 很棒的一個YouTuber 不是 這個是我真心感受喔 在各方面的小細節或什麼的 因為其實我 我這個人會很觀察細節 真的是一個很難能可貴的經驗啦 那下次應該也會來吧 一定會來 那明天不要摔車 好 這種話先不要講 這種話先卡掉不要講 我覺得不錯的一個點就是說 其實大家前一天都已經在這邊見面 所以不會說 啊真正要上去 觀眾群啦 因為你的觀眾群比較多 那種ADV啊這種情況 對 所以大家其實慢慢上去 你看騎ADV的那一群人啊 他有可能在土屋上面 都會騎得比在公路上面還要快 喔對 所以他們其實在公路上面 是算很安全騎乘的那種 還不錯啦 可是呢 有一個遺憾你必須提到 唉 我今天就是為了他來的 開動齁 雖然啊我們這個陸龜呢 是小胖的大粉絲 但是呢他今天不是為了小胖奶的 他是為了 他是為了 我是為了 普理人 全部人合體 對 普理人沒出現 我們等一下就出發去 賭他 哈哈哈哈哈哈 重點是我覺得 住兩天然後又有這麼多活動 對 這個金額算是很便宜了啦 呃 兩個晚上 有些人還以為說 他們會的那些錢是 一個晚上的而已 對 你就知道CP值很高 好啦下次要再來好不好 沒問題 感謝你 感謝你這次的參與 這些事情非常有意義 你真的看了會 會雞皮疙瘩 會感動 就像我那時候看著我們去一騎士 我只能說 人生有限 但是 這種請你是無限 真的 很感謝你 那你也很辛苦 他講到已經都沙啞了 所以大家真的好好去支持他們一下 我覺得這個是最難的可貴 真的 我也很開心 我也很愛你 對 我沒有愛你 欸你有說對了 我愛珍珍 那可以分一點同性的愛嗎 可以 畢竟我們也是螢幕情侶 他睡著了 那可以借我一下 對啊 他說OK 人太多了齁 我覺得人太多了 這次算是有點自不量力的感覺 不是啦也不能這樣 沒有應該是說我們的配套桌子沒有很好 因為我們人這麼多 但是我們相對工作人員 工作人員太少了 就只有我和珍珍而已 這個 就大概我覺得 唯一的缺點 內容還OK啦 還OK啦 還OK啦 反正你們都自己玩啊 對啊 我覺得我玩得好像比較開心 媽的 我們快樂 我們快樂 下次我們還會再約 乾杯 乾杯 第三天 也是這趟旅程的最後一天 在講這最後一天的旅程前 我一定要來說說今年 我自己覺得最累最累的一趟 那就是領導的應耐力 我自己是覺得我今年跨出很大的一步 就是參加了兵工場的領導耐力賽 騎乘0到1耐力 到現在也大約兩年的時間了 雖然我去騎乘的頻率不是說真的很長 但是這一次還是英勇的給他抱下去了啦 從原本騎半圈就變成了爬山 到比賽的結果出乎我意料之外 整整騎了三圈 我覺得競賽真的可以讓一個人發揮他的潛力 參賽完之後 我也覺得自己在領導的騎乘方面 有很明顯的進步 未來 我應該是會繼續參加這一類型的比賽 讓自己再更上一層樓 第三天一早我們前往五屆 在這邊我們在河床上面 玩了大概一個多小時 騎完河床我們在五屆部落吃午餐 在這裡吃完午餐之後 我們也一一跟大家說掰掰了 影片到了尾聲同樣要說一句每一年都會說的 今年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沒有大家的支持 我們就不會有這麼美好的一年 祝福大家在2024可以繼續起爆 在2024 目前心中也已經想到了幾個特別想做的企劃 在新的一年也會開始和大家報告 明年還請多多指教囉 超級累是不是 你素材要給我我這次完全沒拍到片 可以啊可是又有360加這個 可是360是混在一起的 沒關係 我剛剛拿了說這個百味是我的 結果我回來 怎麼好像不太一樣 Q啦這怎麼喝 來各位觀眾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叫做百味 然後這個叫做可口可樂 還有一個沒喝酒的 沒有這一定要換啦這不要吹了 這一定要換啦 好啦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看完這部影片喜歡這部影片的話呢 不要忘了在下面下方 按讚訂閱留言分享喔 我是魯特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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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